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我叫新华国 今年31岁 在我8岁的时候 失去了一个人 没有他 我的童年 一点也不幸福 在我28岁的时候 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在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他对我当时的意义 我特别想找到 这个对我特别重要的人 在他8岁的时候 失去了谁 这个人的失去 带给他童年 怎样的创伤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让他重新认识到 这个人的意义 在他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你好 天老师好 大家好 来请坐 你从哪来啊 我的老家来自云南昭通 云南昭通 对 今天多大了 32岁 32岁找你的什么人 我来找我的爸爸 在我8岁的时候 妈妈带着我和大妹妹 被拐到了河南 那个时候 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爸爸 虽然有三个爸爸 但是对自己的亲生爸爸 没有任何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是什么原因 因为是在我 七岁多的时候 我们从云南昭通老家 就是搬迁到安宁 待了有一年左右 因为他要回去接我姥姥 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情况怎么样 就在这个期间 爸爸回家以后 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河南人 那时候他说 给我妈介绍工作 因为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我妈妈就想着赚点钱 不接家用 他就带着我和大妹妹 我们就来到河南这边来 就是被拐过来 到这以后呢 就是成了我的第二个养父 他对我也不好 和爸爸失去联系了 对对对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 跟这养父过 对 这养父对你怎么样 不好 他不喜欢我 因为我也不叫他爸爸 有一次我放学回去以后 他就在我们家的屋子里 那个凳子上坐着 我刚进到屋里 他就指着我 就这样 站着别动 出去 滚出去 我当时很害怕 我就站着没动 他就是还让我滚出去 然后他过来就拉着我 往外推 这时候妈妈过来了 站到我前面就说 你不能这样欺负孩子 然后他一把就把我妈 推到地上 我当时看到妈妈倒在地上 我过去把妈妈拉起来的时候 他又从我旁边拽着 非要把我拽出去 这时候妈妈就是担心我受伤 她就把我和妹妹 推到里边的小屋里边 关上门了 这时候我就能听到外边 他们在那打架 吵架摔东西的声音 我和妹妹当时心里特别害怕 我们就抱在一起就哭 哭的时候心里在想 要是自己亲生妈妈在这 肯定不会这样 被第二个父亲就是恐惧吧 对对对 因为持续在这坚持了 将近不到一年也是 因为妈妈那时候没有钱 就想妈妈赚点路费 过路费以后 他就带着我们又回去了 老家了 回云南了 到那以后 爸爸也没了 妹妹也没了 就再没找到爸爸 对 现在住了 有不到一个月 有二十多天吧 妈妈也一直在找爸爸和妹妹 可是一点信息也没有 对别人看我们挺可怜的 因为那时候妈妈也没有钱 也没工作 养活不了我 就是为了能养活我们两个吧 经过人介绍以后 就到了第三个养父家里 第三个养父的家在哪儿啊 在河南 因为第三个养父 她是比较善良 比较老实 但是到家里边 也没有感受到 这种真正家的温暖 因为那时候妈妈不在家 她挣点钱以后 她就拿着这个钱 购路费她就回云南去找妹妹了 一直持续了好几年都是这样 感觉就是 小的时候一点都不快乐 不快乐 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上学在班里边 上课零已经想了 我就是往教室跑的时候 我前排那个同学 故意睡觉要伴我一下 差点帮我伴帮那儿 我也没说什么 就是下课以后 我出去 她又故意伸脚 帮我绊倒 我特别生气 我就起来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她当时就是用那种 很不屑 用挑衅的口气就说 我就是欺负你 你就是没爸爸 我就欺负你 外里来的野孩子 我当时听了以后 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就上来和她打架 我跟她打架的时候 中间就抱个老师老师 爸爸我们两个都罚站到操场 让叫家长来 等家长来了以后 对方的父亲 他不管什么原因 他嘴里妈妈咧咧地就说 你这小孩一日 有爹生没能养养 没家教的孩子 光知道打架 上来就给了我一二个 当时我就这样捂着脸 因为我养父也来了 他坐在救赛旁边 他什么也没说 我当时特别委屈 我感觉我长这么大 那是最委屈的一天 因为好多同学都在旁边看着 那时候心里就在想 我爸爸要是在我身边 肯定不会让我受这么大委屈 受这么大的屈辱 你现在还跟第三个养父母在一起 对 在一起 持续就这样上完 初中毕业以后 老师通知上去拿那个高中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特别开心 我算是有三分之一考上了 我就很开心拿着通知书回家了 跟养父说 我这边通知书我考上了 他连头都没抬 他就说 你家条件不好 别上了 你出去打个工 挣个钱替我分担分担 我听了这话以后 什么也没说 不知道说什么 我就把通知书 放到我的那个小抽屉里边 到了晚上 我就点上蜡烛 偷偷地把通知书拿起来 一直在那儿看的时候 一直掉的眼泪 心里能特别无奈 特别想上学 你要是亲生爸爸在 砸锅麦田也会让你上 晚上在床上我就在想 我的亲生爸爸在 不管条件怎么样 他肯定会支持我上学 他那时候在哪 找妹妹 赚点钱以后就出去找妹妹 几乎就没有在我家 我们一家也从来没有 受过台湾饭 从来没有一起我 他从未感受过圆满家庭的幸福 曾经有过三个爸爸的他 却从来没有感受过 父爱的温暖 对第一个爸爸 没有任何印象的他 在第二个爸爸火爆脾气下 万分恐惧的他 在第三个爸爸冷漠对待时 伤心无助的他 在刻苦考上高中后 却不能上学的他 最渴望的就是能够 有亲生爸爸在身边 感受爸爸的温暖 受到爸爸的保护 我开始想到找亲生父亲 那时候时期去 特别瘦 在广东是在一个地下室 地下停车场 当装卸工 跟他上班认识了一个老师傅 因为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落家场 他说小伙子 你那不上学了呢 挺年轻的 我觉得那时候家里边考上的 特学不允许 情况给他说了一下 他就说 你看年轻还小 你的多学东西 多学知识 对你以后 有很大帮助 你将来要有孩子了 你怎么教育孩子 他一直就是说这些鼓励的话 因为从小到大宝 就没有听过这种 给人鼓励我的话 感觉心里边特别温暖 打那以后我发了工资 我就请他喝酒 去吃饭 因为感觉 和他在一起特别亲切 后来自己挣了个钱一步 又考了一个大专 求生教育 我特别感谢我的师父 他不仅在工作上 给予我鼓励支持 而且还在生活上 给予我帮助 我的人生第一套衣服 就是他带我去买的 我想这就是父爱吧 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身边 也是这个样子的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13年那时候 有了自己的宝宝 真正有了自己的宝宝以后 才让我感觉到 真正的那种父爱 对孩子有多重要 每天晚上都坚持 给他讲一个故事 陪他睡觉 到现在家里边呢 差不多有六七十本 那种小画册小故事书 我小的时候 没有陪伴 没有我父亲在身边陪我 我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能抽时间 都陪给孩子 后来那件事 让我特别心里边难受 就是我送到上幼儿园的时候 开学第一天 我能送到幼儿园门口 我刚把他放下 他就有点不情愿拉着我的手 不愿意松开 然后老师过来拉着他手 往那边走的时候 他走一步 他就回头 看着我 他没张嘴 大哭 他就忍着眼泪 就是想留下来 一直 一直这样走到教室里边 我看不见他 我心里边有点担心 我就请了一上午间 就站到那个墙外边 一直看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他们搬出来 有那个课外活动 我一直在看 我儿子最后一个出来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在东张西望 一直在寻找 看着哭着 看着哭着 我当时都想冲上去抱着儿子 我说儿子别哭 爸爸就在你身边 孩子 这一会儿没见到爸爸 我没有见到儿子 特别难过 特别伤心 因为这二十多年 我都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 爸爸也没有见到我 我心里该多难过 由于自己从未和亲生爸爸相处过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 有爸爸的感觉 直到他自己做了爸爸 在和儿子的相处和教育过程中 他越来越体会到 父子相互陪伴的温暖 沟通交流的重要 互相牵挂的真情 此时此刻 他终于真正感受到 当爸爸的真正意义 这也使得他更加思念 和牵挂自己的亲生爸爸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行动起来 找你父亲 我们单位领导 他父亲去世 去的时候 老板就抱着他两个儿子在灵堂 对两个儿子说 儿子 爸爸永远没有爸爸 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觉得心里边特别难过 然后我就躲到旁边 哭了好大一句 我心里边就是在想 因为这个我爸爸 我算在年龄差不多也快六十了 时间不等人 我再不去找 会不会就是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就因为这个事以后 我就下这个决心 要回老家一趟 就去年 我们是大年二十八 才放假单位的吧 我就给刘老说了一下情况 我要回去一趟 我和我朋友连夜开车就回去了 我们是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多走 到二十六号 二十六的下午两点多 到老家 见到我的所有的亲人 大伯 二伯 还有堂哥 堂妹他们 我看到他们以后 我心里边说不出来那种踏实 我感觉在玩意飘了好长时间 我终于回到家里边 你爸爸的老家是吧 对 他们应该知道你爸爸在哪儿啊 就是因为通过堂哥他们的了解 就是堂哥给了我一张照片 爸爸 对 这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 我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你爸去哪儿了 因为他们说是我们走了两年 都不到那会儿 他带着我小妹妹 没回老家 他自己回去过一次 哦 他回去过一次 回去过一次 我那个大妈 他问他 他说你爸那个小珍 就是我小妹妹嘛 姓华珍 他说你把小珍你放哪儿去了 他就说我把小珍放到一个老大娘家里边 一天给人家一块钱 让人家帮忙看着 没出去过 后来呢就是在各旧嘛 明南各旧一个西矿场 在那儿上班 我堂哥啊 就是还有邻居家那孩子都去了 就是去了 在那儿有不到一年 他就走了 那就走了 他拿着我堂哥 还有就是他们林运的小龙他们的工资 三千块钱就走了 因为那时候应该就是九五年九六年吧 那时候这三千块钱其实挺多的 对 上哪儿了没说 没说 从那儿以后就是老家太没有回过 我们就在谁都没有再见过他 这是我堂哥跟我讲的 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事 他拿着这个钱他会去哪儿 因为我跟我堂哥们就说 他说会不会就是拿你们的钱 跑了干啥来 但堂哥说你爸不是那样的人 他给我打了个比方例子就说 如果老家村里边有那什么红白事儿的 他兜里如果就二十块钱 他们要问你给他多少钱 他爸爸不是说就把二十块钱 全部都给下来 一分钱自己也不留 他拿着钱干嘛去 就是后来就是我们都在分析嘛 他会不会就拿着钱也来找我们呢 后来我在大街上 每次看到那些流浪汉的时候 我心里边有莫名的一种心酸 我在想我的爸爸会不会也是这样 就是拿着钱啊 走了以后就为了找我们 天花光了 三个父亲不一定让你成长 是你自己让你自己长大的 而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人也都是靠自己长大的 即使可能缺少亲情 所以我们是应该觉得 你值得点赞 因为你没有说我就此萎靡了 我因为失学以后 我就不读书了 然后你仍然会去获得一个大学的文准 仍然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 并且你还去替父亲找一些原因 而不是说啊 他把亲戚朋友的钱卷走了 他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愿意看到亲情的回归 我也相信你的父亲像你等待他一样在等待这里 你如果见到你的父亲 你想怎么打算 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了 我就是特别想抱着他对他说 爸爸我想你了 从小没有爸爸的陪伴 缺少爸爸的保护和指引的他 一路坚强地走了下来 并在自己的努力下考上了大学 有了自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 从来都不懂爸爸的意义的他 将自己缺失的父爱 加倍地还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并没有因为从小和爸爸分离 而怨恨爸爸这么多年的缺失 他反而对爸爸充满了牵挂和担忧 他渴望找到爸爸 回到爸爸的身边 跟他说一句 爸爸我想你 我们接到你的抽入信之后啊 我们书东他们带着一匹人马 在帮你找 来兄弟站在这儿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新华国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我们是在节目官方总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的寻人宝明明求助的 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 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你提供了一个线索啊 说这个爸爸曾经在云南各旧的西矿场工作过 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 赶到当地走访海产 希望在那能够找到爸爸的线索 爸爸我想你要我和妈妈等你回 加油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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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可以线索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特别想找到我的爸爸 我想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子 当我当了爸爸以后 还深深地感觉到 没有哪个父亲是不爱孩子的 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自己的父亲 准备好了吧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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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你需要生日快 我 你以后我不要争择 我看见别人特别像 我跟爸爸过来 谢谢 我们过去坐下啊 正好呢 这些年你心里一直的那个疑问 包括当时你回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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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